大家好,我想說一下黑白的Angels 在這個Sunset裡面的Draft Dead是怎樣的 首先它基本上三個mana 它有一些rare是最厲害的 另外它有很大機會在第四個turn出到一隻 四四飛行,以及Rigilant的Angels 另外它有一張白色的Mythic 可以說是Limited應該是最厲害的 整個set只有兩張卡可以消滅它 另外黑色也有這套最強的remover 還有黑白有少少potential可以做到Snow 但是你要看看當時的情況 我們看看它實際上是怎樣玩 第一個回合你一定會出一些東西 我建議你出一兩張這些 尤其是Ussher 其實雀鳥都可以的 因為他們是有用的 所以我們要用前面後期 Turn 2的時候 你就不用理會對手做什麼 基本上這副dead你是主導的 你是打人的 它對手都會攻擊你的 你可以自己選擇 例如它有一隻22打過來 你可能用的是Shield Mate 就是那個21出Token的擋 而且Prist為什麼有機會下呢 是因為我覺得有可能可以做到Snow的 這副dead 我之前說過如果Snow有八張Snow 你就可以基本上很大機會 在頭兩三個圈會抽到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有八張Snow Card呢 原因是因為它白色其實是沒有Snow的卡 基本上是只有一張Rare的 其他是沒有用的 那些人如果DraftSnow 他未必會選白色卡 因為他們另外那四隻色 是會多些Snow的卡 那它理論上選擇都是選綠色那些多些 那些藍色那些多些 藍色都不多 綠色、黑色、紅色都有些少許機會 那變成我們白色那邊 很可能有些Snow的地是沒有人選擇的 那如果你當你選擇到三張白色地 那你選擇到三張黑色地 那都接近八張Snow地 那很大機會是在頭三個圈會抽到 那是的 所以我覺得Snow其實有些少許機會 不是完全沒有的 還有如果你沒有Snow 就會有個問題 就是它第三個圈的時候 要是你找到那張Rare 要是那些其他uncommoncommon就好差 那另外如果你2drop你是沒有的 你就可以試一下Fortel Fortel那張卡 Fortel是會幫助到你Cast兩個Spell Turn 3是這樣的 有些是Rare 有些是Mithic 如果你開不到 可能你要考慮不要搞黑霸 還有如果你第一pack 有這些卡 其實你可以拿的 因為為什麼呢 就算你不是黑白 這些紅白 藍白 綠色和白色都可以 都可以拿的 那這堆Angel 其實是八搭的 你是不是黑白 不要緊的 總之你一開始 總之你一開始你拿到就拿 那 另外我們如果沒有這些 你就會得分那個Pets 還有這個三字 另外還有一些 但是我覺得 白色的那些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都有三四四四五張選擇都有的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砌到Snow 我就建議是這張會OK 因為它有Manus 可以打過去 不過其實就 我主要是覺得它有機會砌Snow 所以 會選一些Snow Card 但是它本身Snow Card 就不會有什麼用途 它是你要用Snow Mana 來Activate 只不過是 那我們繼續看看 第四個Turn 是你落一個Angel的時候 有幾個不同的可能性 uncommon 就是那張地 就是要Sacrify生物 那你通常Sacrify之前的Token 它有隻Utcher 就攻擊的時候 會有兩個Manus 可以出一個Token 那你可以Sacrify那個Token 或者Sacrify一些 你覺得完全沒有用的東西 好啦 那旁邊那個Snow的Angel 就 它要兩個Snow Mana 才可以加2加2 就視乎你會不會 撿到很多的黑色 和白色Snow地 那另外 那些Rare 基本上 都是你 你開頭打開 Diapad 這樣 你會 保持住 那其實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這種黑白 你未必那麼容易Draft 到的 因為它涉及 Rare和Mithic 數量是多的 你有時候完全開不到 你很差 你很難靠那個 Uncommon 你可以 可以 叫做 贏到 因為 它那些Rare 實在太厲害了 例如 Wethibition 那張 Saga 實在太厲害了 對 這副Deck 其實是看你能不能開到 它們 那後期 你左邊那張 就是 基本上是最厲害的 Mithic 我認為 因為 你五個Mana 很容易 其實是 Draft 那你 Fortel 之後 又不是那麼難 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都可以Fortel 那 都有空檔時間 給你Fortel 因為為什麼呢 你第四個Turn 如果出到一隻 4-4的飛行 如果你用其他卡出 它有Vigilant 它可以繼續打 但它還不用Tap 它還可以擋對手生物 那它唯一的可能 就是擋不到 就是吃了Removal 那 如果不是 它第四個回合 其實防禦力4 是算很大 在這個 set裡面說 基本上擋到所有生物的了 所以 我之前 不是說 Snow那些要怎麼做 他們的目標就是 第三個回合出到四個Mana 第四個回合 一定要有五個Mana 那它就出一些 攻擊力要有五的生物 它如果不是 你第四個回合 有四個防禦力已經很厲害了 基本上擋了全部東西 好了 旁邊的Sharpen of the Cosmos 你可以Fortel出 它出了之後 那兩個Cost 兩個或者以下的Permanent 那你會拿什麼呢 那當然是那張地 然後上來Sacrifice 之後又出一隻4-4 就是那張地 如果你有小的生物 那就Sacrifice 那些 或者拿Prist 如果你是Snow 是OK的 多的 那就用Prist 上來再 令到對方 減X減X 但是Snow 這個究竟 做不做到可不可行 我是 理論上 我認為 有人可能真的不選擇 白色地 但是不是真的可以 我就沒有試過 所以 要測試一下才知道 如果這樣看 基本上 你選擇到 Mithic 和Rare 你砌到一副黑白 都算是最厲害的 但是 而且 還是這樣的 它那些白色的Mithic 和Rare 就算你不砌黑白 都可以砌其他顏色的 所以 你一砌到 就一定要保留 Remove 我有一些 最強的是 右邊那兩張 前三個就一般 但是第二張 我覺得 因為你 sacrify的東西都多 那 有機會可以做到 一個Mana 減三減三 但是你要exile一個 自己的墳墻 你們可能會問 很多卡都說 如果Cast 第二個Spell 其實怎麼Cast 到兩個Spell 在一個Turn裡面 第一 你Mana 你兩個Mana 你只有兩個Mana 就很難Cast兩個 除非兩個都是一個Mana 的Spell 最好有三至四個Mana 首先 做法就是 sacrify生物 然後 draw一些卡 看看可不可以draw到 新的生物 然後Cast 另外 Return生物上手 Return了上手 你自然可以再Cast 那就等於兩個Spell 第二個方法 就是Fortel 一些Mana 很低的Fortel 你Fortel之後 之後的Cast 是Mana 很低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Cast 到兩個Spell 第三個方法 就是本身的Mana 都低的生物 一個Mana 那些 盡量pick多些 那你也有很大機會 一個回合出兩個Spell 但是你出完之後 你不會不斷有Spell 可能只有一次 有兩次 然後 你變成每個回合出 一張卡 那你不可能出到兩個Spell 除非是 將它移回上手 那個 或者 draw卡 那個 那 就是 我意思是 你早期做到就做 如果不行 就應該都沒辦法 那 那這就是關於Cast 兩個Spell 好啦 那多謝大家去看我的Video 那 歡迎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那你可以去我們Facebook 啊 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多謝大家